好那接下来第一个段子是什么呢 我们说有一个非常耳鼻的这个男朋友啊 这个平时不太会说话 总是这个让他老婆这个说他 你说你到哪都说话都得罪人 对吧 我现在跟你出的一项出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我不敢给你拧到家里边见爸爸妈妈呢 因为你说话得罪人 男朋友说了那我想跟你结婚呢 我想跟你生孩子呢 那这事儿黄了 男朋友说了那行我今天带你去啊 但是你这个去我爸妈家你别瞎说话 行不行 哎你少说就是不错 不说不错少说少错 OK 然后这小伙儿啊就去了 到老丈人家呢 全程表现非常非常OK 老丈人家感觉比较满意 吃完饭以后啊 老丈人家就给这个送到门口了 这个从这个他家可能是住四楼啊 送到一楼了 就送一送 老丈人家特别将礼貌 要能生出这么将礼貌的姑娘吗 这小伙儿就感动了 激动了 激动了 真是激动了 激动了 小伙儿又语无论词了 他说哎呀哎呀 我这哥们儿不对 爸哎到这儿哎 就叫我找啊 那个别送了 什么别送了 天啊怪冷呢 其实说到这儿吧 也没啥是不是 关键他这句话 我们家了几句话 这么说的 爸呀别送了 天挺冷的 从你冻着个笔样